澳洲政坛正掀起风暴 澳洲前总理莫里森 他被媒体踢爆 在新冠疫情期间身兼多职 但是他没有告知国会 或是选民就秘密的 任命自己兼任多个 重要部长的职务 对此现任总理艾班尼斯 指责莫里森 无疑是在运作影子政府 扬言要迅速彻查 澳洲政坛正掀起风暴 澳洲媒体爆料 前总理莫里森 在新冠疫情期间 身兼多职 任命自己为卫生部长 财政部长 以及资源部长等职务 但事前并没有告知同僚 国会或是选民 消息一出引发哗然 现任总理艾班尼斯 扬言迅速彻查 根据了解与莫里森同时担任卫生部长的航特之情也同意 避免在国家进入防疫生物安全紧急状态时权力过度集中在一人手中 然而时任财政部长科曼却从没被告知 甚至时任资源部长皮特提到 莫里森曾利用资源部长的职务砍掉一个雪梨外海的重要天然气计划 对此艾班尼斯指出莫里森的行动非比寻常且前所未有 重要内阁成员似乎不知道相关人事任命 人民也是一无所知 莫里森无疑是在运作影子政府 但是这些状态应该永远没有发生 我们在这国内有一个政府的政府系统 但是我们从斯科特·莫里森 是能处置的力量 是能处置联系统 不过总督办公室在寄给路透社的声明当中 表示根据宪法这些职务的任命是有效力的 不需要举行宣誓就职仪式 并表示是否公布由当时政府决定 但随着舆论发酵 这起丑闻也揭发了澳洲政府内部决策的不透明性 引发各界质疑是否需要更严格的民族保障机制 欢迎新闻孙玲林综合报道 要制衡中国的还有两场大型的军演 以及先后登场 包括德国从15号起派遣台风战机 飞往了印太地区 要跟新加坡 澳洲 日本以及南韩展开联合军演 还有先前落幕的美日韩等三国的海军 在夏威夷的海域展开的太平洋龙弹道飞弹防御联合军演 另外就是澳洲跟加拿大的海军 也参与了部分的训练 展现出印太国家 反击中国以及应对北韩导弹威胁的能力 其实磅礴的德国空军台风战机 驶向跑道升空飞往印太地区 并从15日开始一续和新加坡 澳洲 日本与南韩共同参演 急速太平洋2022联合军演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德国首次派遣军机前往印太 目的就是要警告中国 就连远在欧洲的德国 都有办法部署亚洲进行任务 除了部署六架主力台风战机之外 德国空军派遣参与军演的 还有三架A330MRTT空中加油机 与四架A400M战术运输机 以及大约250名官兵 德国空军私定说明 这一次部署目的是与盟友合作 而且德国军机并没有计划通过台湾海峡 也几乎不会接触南海 因此中国绝无理由认为演习 是在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 其实早在2021年 德国海军就曾派遣巴伐利亚号护卫舰 开赴亚洲 对中国释出警训 另一方面 美国以及被华府 视为抗中第一岛链的印太国家 也正在强化防卫能力 美日韩三国海军8日到14日 已在夏威夷附近海域 完成了太平洋龙联合军演 延期期间成功进行了导弹预警 以及弹道飞弹追踪等演训 另外澳洲与加拿大海军 也参与了部分训练 展现出印太民主国 反制中国与应对北韩导弹威胁的能力 除此之外 10日上任的日本防卫大臣冰田静一 也在东京时间16日 致电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展开约30分钟的对话 过程中冰田静一 强烈谴责中国在4日台海军演期间 试射飞弹 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的行为 两人研究北韩导弹与核式的威胁 以及美日两国国安的合作进行讨论 冰田静一在对话后表示 未来将会强化美日同盟的贺阻能力 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海域 环宇新闻谢仲岳综合报导 欧洲许多国家正面临500年以来 最严重的干旱 高温缺水连带影响农作物生长 因此法国农民就在思考 如何减少用水又能够生产粮食 于是就有人改种不受高温影响的高粱 开创新的竞争优势 艳阳高照土壤干透 这是法国多处农田 在这波热浪下的样貌 但在缺水的此刻 却有农田绿意盎然 在巴黎南方75公里的圣埃斯科比勒 库埃特和一名兄弟 四年前开始种植 在欧洲显为人质的高粱 在法国大部分地区种植高粮 不需要进行灌溉 不必使用杀虫剂 而且只要小麦所需三分之一的肥料 对库埃特而言 这些都是种植高粮的优点 然而在极端高温的今年 就连高粮产出也受到了影响 他预期今年每公顷高粮田收成 会从往常的五六顿减到三四顿 尽管如此库埃特表示 在法国各地普遍干旱而用水受险之际 生产高粮不需要灌溉的事实 堪称是一项竞争优势 根据法国农业部统计显示 随着更多像库埃特兄弟这样的农人 转而投入高粮种植 法国高粮产量已经从2016年的24万4000吨 增加到2021年的40万吨 而随着夏天越来越热 可以预期将有更多农人开始改种高粮 取代一部分玉米田 库埃特兄弟正在努力为自家高粮 寻找新市场 他们计划接下来几年与当地伙伴 一起开发高粮啤酒 速高粮牛排和其他产品 要让高粮成为法国农业一大特色 欢迎新闻孙玲玲 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欢迎订阅